但是我们今天看 柯文哲说要操作高宏安的新竹模式 要气宝效应 我觉得柯文哲跟侯友比异 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都喜欢做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11月5号 已经过了11月4号的期限 好11月5号柯文哲到了高雄 柯文哲到了高雄 当然他就讲到所谓的蓝白河的问题 那所谓蓝白河的问题 他稍微讲稍微讲了一点 就是说他还是坚持全民调 他不接受所谓日本模式跟德国模式 但是他也讲在这里面 他说蓝白之间的问题 一定要考虑郭台铭 所谓考虑郭台铭 他要把郭台铭拉进来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全民调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郭台铭的支持的话 搞不好柯文哲的全民调 还会输给侯友宜 那其次我们再来讲 现在柯文哲打的是什么算盘 一方面还要跟国民党之间 进行蓝白河的沟通 进行蓝白河的沟通或者拉锯 另外一方面又没来远去跟郭台铭之间 他主要的用意 侯友宜是要走蒋万安的模式 但是柯文哲不能走蒋万安的模式 柯文哲一旦走蒋万安的模式 那对不起他就是第二个王珊珊 他就是第二个王珊珊 那柯文哲现在呢 就是拉郭台铭来搞气宝 这个就是我一再说的 小党要发动气宝是非常的困难的 小党发动的气宝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要弄气宝 除非拉了郭台铭 他在民调上面 全民调方面 他要赢过侯友宜 至少要差不多十个百分点 才有可能气宝 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时候 也要抱着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不必在我 才能够寻新竹模式 让高宏安胜选 或者让柯文哲胜选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 好柯文哲 他是一直想发动气宝 那发动气宝的动力 除了他自己本身的政治实力以外 他必须要借助外力 这里面我可以讲高宏安的一件事 因为高宏安那个时候选新竹市长 我连续下去新竹市大概三次 那我三次我也见了几个人 那这个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界的人士 还有曾经担任过新竹市长的某人 名字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跟他们见面是 见面是晚上八点半以后 他们约我到新竹高铁站的某一家餐厅 用餐的时候 他告诉了我的一件事情 他说包含国民党籍的立委 也包含国民党籍的重量级人物 那个时候他们的装脚 一方面为了顾及林根人 不宜刺激林根人 另外一方面 这些装脚都在发高宏安的文权品 事实上高宏安的文权品不多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 柯文哲向郭台铭求援 郭台铭回应非常冷淡 这个时候柯文哲在防郭台铭 就是因为这件事 当高宏安的子弹 没有办法运到前线的时候 我知道 国民党重要的装脚 包含重量级的人物 在这个时候 源源不断的送子弹给高宏安 但是避着林根人 甚至于某科技界的 他担保 他担保啊 只要你们的资源进来 他愿意 供应 良想给高宏安 那这个时间长达了18天 这个时间长达18天 所以高宏安会以高票赢过 沈会宏 而让林根人 那事实上 这位重量级的人士 也劝了林根人 给他暗示 选举不宜那么的积极 同时他也找了前新竹市长 来劝林根人 这个事 那我知道 本来林根人要连开三场 记者会 护高宏安 结果马上停止 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 因为我有部分参与 那我知道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气跑效应就发生 本来林根人的民调最高 到了最后他最低 但是最低最低最低 他还有包含18%版 就是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高宏安的胜选 是国民党地方派系 再加上科技界 才让高宏安当选 如果不是林根人他当时候 顾全大局相忍会党的话 高宏安未必选得上 那今天历史重演 那柯文哲就想要用这个模式 侯友谊就想要用蒋万安的模式 他又想用高宏安的模式 那高宏安不是凭借个人的政治实力当选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高宏安的政治实力不足以当选 所以才有三股势力暗中支持他 因为这三股势力的互动 我知道的非常清楚 有些事我不方便讲 我知道的非常清楚 高宏安一度一度 以为自己当选不了 如果那个时候 没有这三股势力的话 高宏安根本撑不下去 然后劝退林根人 这三股势力连接起来 劝退林根人 这个跟国民党无关 但是国民党至少他要点头 所谓国民党要点头 就是说国民党也知道 这一局如果再这样子玩下去的话 他跟高宏安 林根人跟高宏安 欲识俱分 国民党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 有人出来劝林根人 况且都是承认 新竹市长的重量级人物 因为我跟他们见过面 整个过程我知道的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今天看 柯文哲说要操作高宏安的新竹模式 要气宝效应 我觉得柯文哲跟侯友一样 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都喜欢做梦 这些就叫做梦 这一次柯文哲想拉拢 郭台铭来操作气宝效应 绝对不可能 绝对 国民党必然会寸土不浪 因为让一个新竹市长 小小的新竹市长他会让 让一个席次他会让 可是让大卫 国民党绝对不让 因为一让的话 你国民党必然会崩跌 在这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找郭台铭 一方面自保 另外一方面看看 有没有机会 能够代表菲律政云出征 假如这一套 你不能做不到的话 那他算下最后一个方式 操作气宝 所以我们看 这些政治人物 有的时候真的是太天真了 他天真到 认为他自己他会赢 所以难怪 柯文哲的幕僚 经常讲柯文哲一句话 他是猴子 猴子不是屁股红 猴子在地上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的屁股 他爬到树上 他爬的越高 猴子不是屁股红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柯文哲现在认为 他爬高了 但是猴子不是屁股红 都被人家看见了 所以要用这种算计 去复制所谓的 蒋万安模式 或者复制高宏安的模式 台北模式 或者新竹模式 想要复制成功 就是说需要有不同的人设 那你看柯文哲的人设 那你再看看猴友谊的人设 你就知道 想要操作实在是太难了